周六 嗨 各位观众朋友们 周六好欢迎收看 新一期的 由玩游戏教陪 由上集时的 集时左右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 《桌游新期》的 我是《桌游游灵师》 这次我们又请到了 坐这包 好小啊 经过一周 你们有了解到措辐吗 好 有 备下来了啊 文晓依 国内新生代演员 地产知名舞剑 不知道 这次还是要来一起玩桌游 我们还是要按照老传统 真空 什么真空 一旦这样女嘉宾不来 我不知道 促促怎么真空 反正我真空了 有点味 我们这次呢 还是要百分百的还原 放后桌游俱乐部 那么这次跟他玩的第二集是一样的 叫做德国小强 规则呢 非常的简单 但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这个游戏跟别的游戏不一样 不是真赢家 而是选输家 只要出现一个输家 这个游戏就直接结束了 哦 就只有一个人输 但是不知道谁赢 其他人共享胜利 上面是这样的说 所以有一个人的游戏体验会非常的差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做节目 那总要有个人输 总要有人接受惩罚了 那这次 醋醋来了 我们输的人就喝醋 好吧 啊 产统一文 可以吧 可以吧 那么这次呢 我不说规则了 我说一下这个胜负条件 有八种虫子 一个人集起一套 或者一个虫子集起四个 那就输了 非常简单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游戏了 好 那么我开始 先由电脑随机选择 来来来来来 林佳琪先开始啊 好 开始啊 文小一 这一张是德国蟑螂 信不信啊 制作的眼神有点 纯真 信吧 信啊 真的是德国蟑螂 那我再来啊 心里战 德国蟑螂信不信啊 不信 哎 为什么 为什么 难道游戏要在这一轮就结束了吗 哈哈 不行 没没没 这个 德国蜡蟑螂信不信 嗯 信 信啊 不好意思啊 是德国蝙蝠 哦 你来吧 好 四大欠王之吃素的狮子 哈哈哈哈 开始了啊 这张牌 嗯 哎 等一下 这张牌是啥来的 我再看一眼 哈哈 这张牌是老鼠吗 是老鼠吗 哦 哦 是老鼠 哦 是老鼠啊 是老鼠 我觉得那就是老鼠 好吧 是老鼠 老鼠 哎 哎 我冲冲我已经三个了啊 这游戏变成我们两个的游戏 是来干嘛的啊 来干嘛的啊 不好意思啊 本一小一 哈哈哈哈 则我来啊 信不信 不信 不好意思啊 哈哈哈哈 我记住了 啊 算了算了 师傅你再加油 马上 马上做八丁了 小李 急 你 不你还是要输两鞋子 不信 不行不行不行 不不不不 你就是你自己 还不要比找自己是一样的 你 急死我走 小陈 啊 德国账的 就是德国账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我为什么记得不到人啊 我为什么记得不到人啊 我不是他 你急得怪了啊 文小一 嗯 还缴了一个最好欺负的 哈哈哈哈 德国臭虫 不是 你你你这样老板 哈哈哈 你尝试一下 变坏人家 他的国籍 你觉得可不可能不是德国的 是国籍 可以可以可以 好 小李 啊 美国苍蝇 苍蝇 就是美国苍蝇 终于 哈哈哈哈哈哈 完了 我要出局了 我要出局了 不不不不 让你们有点游戏体验啊 不要我老是在那边一个人出局 我又不知道你发的是什么 不想吃了呀 小脸 嗯 意大利蜘蛛 不是 终于 终于对了一次 啊 哦原来他在考虑的是 边那个哪个国家 他不是来考虑是别的 看都不看啊 小曲 嗯 赖蛤蟆 是不是 是啊 赖蛤蟆 哎真是 臭虫 是不是啊 还问我 对 不是 哎 又不是赖蛤蟆 赖蛤蟆 这还是赖蛤蟆 哈哈哈 这次出现 赖蛤蟆 重新调整思路 哈哈哈 要看了要看了啊 哦原来你前那两招都盲猜的 是啊 你都妈真的会玩 猝猝 猝猝 嗯 这是不是 苍蝇 是 是苍蝇 哎 不是 中招了吧 中招了 小曲 嗯 这是不是 狮子 不是 不是 肯定不是 不是 这是不是 蝎子 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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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虚 心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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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他是不是 蝎 啊 不是蝎子 就是蝎子 哎呀 哎呀 你先打得漂亮 教练 可算给我安排了一招啊 小李 阿根廷蝙蝠 阿根廷 阿根廷就没有蝙蝠 不是 呃 不好意思 阿根廷原来有蝙蝠 是呐 哎 德国小强 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忘记了这个游戏还是有个怕 的 阿根廷原来有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不要跟别人也一样啊 啊 确实 是 清风 啊 还好 文小一 文小一 我不怕你啊 我只有三招 是的呀 他不怕你啊 是不是德国争了 是不是都不重要了啊 哎呀 你PASS 我好呀 我PASS 我PASS 给这个抢上最没有压力的 你要看一眼吗 我不看啊 直接说 直接问 就问你 是不是蝎子 双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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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盲 前面说蝎子的时候 这是不是这个表情有变化啊 有道理 我看一眼 我PASS 阿拉斯加蝙蝠 想了半天国籍 这应该就是蝙蝠 他想那么半天只是那张国籍 就是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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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孩我已经看穿了 他想了久了 全部都是在蝙国籍 输在自己的智慧上 自食其果 别给我了 别给我了 我不给你 我还挑战你 是不是 小李 是想国家 哈哈哈哈 周边都哪呀 捷克斯洛伐克 这什么这是 哈哈哈哈 斯洛伐克蝙蝠 不知道这国家在哪啊 生态圈不太了解 生物多样性不多 对 生态圈不太了解啊 哎 粗粗啊 啊 这是不是德国小强呢 你们怎么老是德国小强啊 不信有这么多德国小强 但是我想看 如果说真的是德国小强的话 狮子也没事 也没事 那不如就问问狮子吧 哦 别问我了 你看老板这不怪我呀 别问我了 传了三次还是到底 那请问这是不是 德国小强呢 肯定不是 我猜就是蝙蝠 好了蝙蝠 还是我 那问题不到 什么东西不是你 那我这在我这在我这在 没关系 我今天就有一个目的 临吃座 我先看一下 别了吧 终结了啊 有效再终结了 这么个破银鞋上你们玩这么长时间 柬埔寨蝙蝠 蝙蝠 蝙蝠对我来说无所谓 它要是真的是蝙蝠呢 我收下你就收下 所以我说它不是蝙蝠 不是蝙蝠 继续 继续 就是什么没事 你说臭蝢和苍蝇 和蝙蝠 还有蝙蝠 我就会慌一慌 是的 我先换一个人挑战一下 嗯 小李啊 i pass i pass 前面林银奇交得挺好的 不是 等一等你现在没有问 粗粗是 没事没事 你直接pass吧 直接pass 我根本不想问 你又要更多的信息 那问 那问 这是不是 韩国老鼠 i pass i pass 这是不是癞蛤蟆 问我吗 哦对 先问小曲 这是不是癞蛤蟆 那我pass 是不是癞蛤蟆 哎不是 你先说一等我先拿回来 还是问你 我给他想个国籍 我想想 你可以先想 我还是问癞蛤蟆 要是他真的是癞蛤蟆 我说不是癞蛤蟆 那我就不管怎么样 我必须猜对 是不是癞蛤蟆 不是 哎呀 哇 林佳琪可以啊 来小李 德国小强 我已经第十四回合了 德国小强pass 哎 狮子 是不是德国小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四面听了啊 四面听了 哈哈哈哈 就我一名 是不是小强 是不是小强 你自己出牌 你还敢问是不是小强 怎么了 疯了吗 疯了啊 嗯 说明明 这可能就是小强 如果是小强的话 他就磨了 你就急急了 嗯 那他可能就给你博个白天台 在高尖上跳舞 对 老口甜起 我都四立子四面听了 我能怎么办 我觉得狮子 没有这种 应该没有这种心机 他就不是小强 哈哈哈 再加一个再加一个 再打一招 他五面听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哦 你那时候不光五面听 你还是 不老 哈哈哈 哈哈哈 你这可以凑很多三代一了 就打出来了 对 是不是苍蝇 苍蝇 我跟你讲他就没牌了 他 对 有一个小点啊 粗粗 我可以跟你讲一下 就是他这个牌里面呢 就是每一种虫子 它是有八张的 所以你可以看你自己的手牌 来判断 哎呦 哎呦 有这种技巧 对 但是我也算不出来啥呀 嗯 那就猜一个八 是不是苍蝇 不是 哇 哇 哇 我这张牌输完我就输了 我已经 五面听了啊 五面听了 五面听了 还无脑 无脑 哈哈哈 最后一张啊 少一个人 还是你 文小姨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老鼠吧 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双脚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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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那么这个游戏玩好了啊 大家对它就是一个评价 一打分吧 小李开始 这是一个在我看来 一个还不错的毛线游戏 但是毛线游戏在这我顶分就是八分 它就是一个八分的毛线游戏 特别考验智商 特别考验智商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觉得啊 这个游戏可能本身的游戏程度没有那么高 但是和林侠集一集玩 他这个游戏程度就变得很高 所以我打到 九分的高分 我觉得大概八分吧 因为其实我也高生长也没有太完整 反正就瞎懵吧 瞎懵的吊打他 本来我是想好不容易女嘉宾来了 只有一个 惩罚 是 那肯定要给他是不是 对做个节目上午 大家美少女喝醋 大家特别喜欢看 我们确实是一条心的呀 谁知道你输太多了 谁知道你输太多了 一杯一杯垃圾垃圾 先说先说不要玩 不要玩了不要玩了 输都输了先说 好好好喝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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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吃醋的狮子 吃醋的狮子啊 吃醋的狮子啊 这样醋醋 今天既然你来了要喝醋 嗯 我们没规定量 这样你倒多少我喝多少 哎呦 李老板啊 我怎么觉得这么 就话这么少会呢 给人家美少女心里 哎呀 我不知道你啊 粗粗啊 要不我就不当好人了 要不我就不当好人了 要不我就不当好人了啊 偶像还是需要一点 注意自己形象的啊 不要做太伤害他人的事情 是吧 维护一下自己形象 但我这么善良的人呢 一般来说 来到来一滴 以表这个诚意是不是 就沾过就好 文小一 啊 走走走走 这个味道已经 你慢开啊 你慢开啊 哎 你们怎么回事啊 他到时候我们就讲了 他一手一抖 你们说的越多 我认为越 有那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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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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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你这 啊 还可以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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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意思 这美少女 既然是醋醋 专门为我倒的醋 那今天我就做一回 吃醋吃醋 好吧 好 心肝为敬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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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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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我们即时桌游APP新开了个商城功能 你只要进去,可以买到800多款游戏 而且每天都在更新 而且你只要输入这个代码 你就可以获得5元的代金券 非常的好,是不是? 而且百分之百是赠品 虽然没有这款游戏 对,虽然没有这款游戏 但是你也可以买到其他好玩的游戏了 好了,那么本期桌游星期六就到这里 喜欢朋友不要忘记加桌游群 最后感谢一下即时桌游APP对本节目大一致词 喜欢桌游朋友不要忘记关注一下文晓一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拜